電腦王阿達 大家好,我是電腦王阿達 那今天為大家開箱的是這台 流需最新的下半年度旗艦 V30 Plus 這台就是V30 Plus 那我們接下來進行開箱 台灣這邊的版本是128GB版本 那首先呢,先打開第一條 最上面是手機 原廠送的一個擦拭部 那下面這邊呢,就是它的配件 那這個裡面有放那個退夾針 還有說明書,都在這裡面 是可以打開來看 那接下來是這個 這個就是LG贈送非常大器的一個 BNO Play的耳機,這個非常貴 一個要幾千塊 那現在呢,LG期限機都有送 然後這個就是 Type-C的傳出線 另外一個這個 就是 USB 3.0快充 它支援QC 3.0 現在大家看到的就是 LG V30的所有配件 那接下來呢,我們來介紹這一款手機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這一款 其實它是個6吋的手機 但是 你可以看到我握持的感覺 它其實 並不會有體積很大的感覺 那 另外它前後 都是大金剛五代玻璃 強化玻璃打造 那中間是一個那個 航太金屬 弓型鋼架架 而且它通過一個 軍規的防摔機子 當然 不會有人 沒事情拿這個手機來摔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後面這裡 有兩顆鏡頭 一顆是1600萬畫素的 那個一般鏡頭 另外一顆是1300萬畫素的 廣角鏡頭 到120度 那旁邊這邊是補光燈 它還有雷射對焦的 這些元件 那下面這個呢 就是 那個指紋解鎖盤 那個電源鍵 那下面這個 就是BMO Play 因為它的耳機是 跟音效是透過BMO Play 去合作的 這是BMO的一個Logo 那接下來我們翻過來看它的正面 按下背面電源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就直接點亮 它是一個6吋的手機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OLED螢幕 蠻漂亮的 那 它的使用的介面是LG的UX介面 那在使用上呢 就相當直覺 它最好用的功能 其實不要跟我們搶打 就是在照相跟錄影部分 尤其是錄影 錄影的部分的話 我們會再開箱那邊 會仔細跟大家報告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這隻手機 它的特點就是說 它是一個18比9全螢幕 其實18比9全螢幕 在G6已經開始做 以年度期間來講 其實那個LG是算做得很早的 它從G6已經開始做全螢幕了 那上面這邊是聽筒 下面是一個利益聲喇叭 那它這邊是那個 USB 3.0 Type-C的一個連接 而且它是防水 支援的是IP68 那在上面這邊 這邊是一個3.5吋的耳機孔 那這兩條是天線 依照麥克風 那這邊 給大家看一下特色 這邊是它的音量鍵 這一面呢 就是那個SIM卡插槽 那它是標準的三選二配置 然後那個支援台灣市軍全品 有支援Wi-Fi跟那個VLT 所以它的那個使用性是很廣泛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 在這邊它是 在這邊就已經收到Wi-Fi 那Wi-Fi的話 你出國如果那個在使用的時候 它甚至可以幫你節費 所以它是相當好用 那最強的功能就是在照相錄影部分 那這部分我會願意用影片做說明 謝謝大家